有位朋友說我是來探親的 我是一位老人家來美國來探親 現在想回國 不知道現在回中國的航班恢復的怎麼樣了 機票好不好買啊 而且作為老人家 我是比較脆弱的群體 那我也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我們趕快請出門文景假期CEO Jeffrey Chen來幫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Jeffrey你好 早安 主持人早安好 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先給大家講一下 就在我們這個疫情開始之前呢 中美之間的航班每周是有325個航班 那麼在疫情發生之後呢 就銳減到每周只有4個直飛的航班 也就是在疫情最嚴重的4月到5月的時候 那個是一票難求 那麼到現在隨著疫情的逐漸轉好 然後航公司的航班也逐漸增多起來 目前從美國飛中國 每周大概增加到16個航班每周 那麼機票的情況呢 也相對幾個月前要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購買 那麼針對我們洛杉磯的這些青春朋友們呢 我們現在直飛回中國的有幾個選擇 就是洛杉磯可以直飛廣州 廈門 北京 還有深圳 那當然也有些從韓國 日本轉機的這個情況 所以機票的整體情況說相對來說要好很多 那麼至於怎麼去購買這個機票呢 我建議大家呢 就是有幾個途徑哈 第一就是航空公司的官網 還有它的手機APP 可以在上面直接去訂購 那麼也可以通過一些旅遊網站 賣機票的網站去訂購 當然最可靠的就是一些通過一些專門的 專業的這個旅行社和旅遊公司去採購這些機票 大家千萬不要通過微信啊 或者一些網上那些其他渠道找一些陌生人的訂票 以前發生過好多次被商場受控這種情況 沒錯 而且關鍵是不僅騙了你錢 你還準備好好的去登機什麼的 結果發現你又回不去就覺得肝腸寸斷的那種感覺 沒錯沒錯 在這個疫情階段呢 這個航班呢 航空公司的很多航班是不穩定的 有取消的情況 那麼其實在購票的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通過就是專業的這些旅遊公司來購票呢 相對來說更可靠一些 因為它服務 提供的服務不僅僅簡單是一個機票的購買 更多的是一些更專業的服務 比如說簽證的一些辦理 然後核酸檢測的這些測試 包括怎麼樣上傳核酸碼 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大家解決很多後顧持有 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這個金錢的損失還有精力 是的 是的 尤其這位老人家他也年紀比較大 所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事情都給他搞得妥妥的 就是專業的人士才可以做到的 沒有錯 如果在官網上或者旅遊網上訂閥 它是沒有這種服務的 而且在退票或者改籤的時候會有很多罰款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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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個文靜佳琪CEO 杰弗里陳 謝謝你的解答 謝謝你的幫忙 很好 很好啊